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很久沒有和大家講過評估案 趁著今天4月11日, 星期四 可以勤力和大家做多些節目 來講一些司法案件 很多人都關心我怎樣看馬習議會 怎樣看美日峰會、美日飛峰會 或者一些耶倫 訪問中國等等的事情 這些中國和國際新聞 留給我和傑斯去講 但這個星期的新桑海神州 即是星期五早上才有機會 可能是星期六才會播出 希望事先和大家說明一下 可能更多一天時間 就和大家見面 到時候和大家尾尾到來 只要這個習拜習議會 如果有更多事情我想在我的節目講 可能事先在今天或明天 稍後時間再和大家分享 當然我在外面的台灣節目繼續做 所以除了做自己的節目之外 還有台灣其他的電視台的節目需要應付 也好地寫一些文章 我最終要寫一篇英文文章 希望大家分享一些 關於香港23條的一些信息 給這個英語世界的人 能夠多些讓大家知道 究竟發生什麼事 每個人做多一點 有多少功夫做多少事情 得到什麼成果呢 但我覺得人在做神在看 很多事情都我們要清心直說 將真實的信息 將公義的信息 繼續廣傳 每個人在他自己做多一點 也希望各位 除了看這個頻道之外 也希望做多些事情 能夠幫助多些香港的情況 有很多新的事情 我沒有辦法在香港做的 希望留在香港的人去做多些 探監、聽審、寫信、關心 獨立書店 大家在自己相熟 相信任的圈子裡面 互相溫存真善美信網案 我們希望在這個過程中 也要大家關心蘋果日報案件 因為蘋果日報案件 已經是相當長的時間 黎智英案已經踏入第57日的審訊 我很長時間都沒有講過這件案件 因為很多的案件 要找到重點才跟大家說 但昨天你看到李宇軒 繼續受盤問之下 他確認 從沒有和黎智英見面 大部分Stand with Hong Kong SWHK 即Stand with Hong Kong 的成員都是年輕的 有些已經在外面 我們都會認識 有些是在香港裡面 我現在不講太多了 但肯定的一點就是 李宇軒在盤問之下 確認從來都沒有和黎智英見面過 他有見Mark Simon 但他從來都沒有和黎智英見面過 這一點就是昨天第57日的審訊 今天11日 星期四是第58日的審訊 看看有什麼新的情況 大家知道《壹傳媒》 創判人黎智英和《蘋果日報》 三間相關公司被控寸謀 勾結外國勢力等罪 案件在星期三十日 由辯方展開盤問 控方的主要問大家都知道 李宇軒的盤問之下 開始講出了一些比較多的訊息 他在《國安法》生後前和國安法生後後 從來都沒有和黎智英會面或通訊 至於被控方指為 黎智英私人助理的Mark Simon 李宇軒確認在2019年的9月 唯一一次和對方見面 是當時和訪港的美國參議員 Rick Scott見面的 國安法生效之後 就和對方完全沒有聯繫 這是重要的 2019年9月 和Rick Scott、Mark Simon見面 而在國安法生效之後 和Mark Simon完全沒有聯繫 那你所謂的串謀 Conspiracy 串謀 你想要打通了 在國安法生後前後所有行為的話 你不能說得通 第一 李宇軒從來沒有和黎智英見面 第二 李宇軒和Mark Simon見面 都從來都是在 國安法生後前 唯一一次在2019年9月 生效前 十個月的時間 看過面 之後從來沒有看過面 何來串謀呢 是吧 那你說沒有見面 不等一切 它有很多什麼的東西 總之就沒有見面 再說一次沒有見面 沒有見面 沒有見面 OK 所以這件事 這麼基本的原則 你說沒有見面有其他東西 那你就說其他東西 是吧 怎麼勾結 但是我就說 去到今時今日 你怎麼盤它 事實就是 它說出了這個事實 你問我 我對李宇軒 我看這麼多日 我不可能 每天都說完 他所有的這些 說法 我會覺得 中開總句 我會覺得 給我預期中 李宇軒說得的東西 是合理的 你問我 我會覺得 我會覺得 覺得給張劍雄 李平 楊清奇那些 那些 那個level 更加高一點 不會到這個 不會 不會踏到自己 這樣的位 OK 那我會覺得 李宇軒 能夠 清心直說一些東西 我會覺得 對這件事 我會覺得 我都覺得 刮目相看 這個我要 看這個新的看法 辯方又問到 崇光團隊 Stand with Hong Kong 崇光團隊的架構 他認為 Stand with Hong Kong 沒有領導架構 沒有大台 同意屬於草根眾籌倡議組織 又說大部分 Stand with Hong Kong 的成員是年輕一代 例如 濫叉巴、劉祖迪 陳子華等等 那麼案件 就是今天會續審的 大家可以繼續看新聞下去 控方周天行 完全完成的主問 辯方 就由 據香港執業資格的 新西南御用大律師 Mark Collins 培問 李宇軒在培問下確認 他從未跟黎智英會面 不論在國安法生後前或之後 無論是電話也好 online meeting 或者其他方法也好 從來沒有跟對方通訊 小弟國安法生後前後 都起碼有見過黎智英 因為李宇軒 從來都沒有跟黎智英見過面 再說一次 李宇軒從來沒有跟黎智英見過面 電話、online meeting 什麼方法 虛擬的 或者是現實生活中見面的 都沒有 小弟有啦 是吧 大家看回這個《蘋果日報》 沒收到之前 我跟黎智英在線上也有做過節目 我也跟黎智英先生 在他家中作客過 這個也是事實 李宇軒沒有 怎麼勾結他 至於被控方指出 指稱是黎智英私人助理的Mark Simon 就要他助理了 把他助理了 辯方說李宇軒在2019年9月29日 2019年9月29日 國安法都遠遠未生效 跟訪港的美國參議員Rick Scott 會面的時候 Mark Simon也在 李宇軒才是首次 也是唯一一次見他 李宇軒同意 並確認兩人沒有電話聯絡 但可能曾經電郵上有聯繫 即是透過陳志豪找Mark Simon處理 協助處理 協助處理這個眾籌款項的事件 所以那些人之間的 誰協助誰的關係 要搞清楚 沒有跟這些人聯繫 心對WhatsApp群組 Coffee on Sunday Hong Kong Sunday Meeting 李宇軒確認他和Mark Simon 都是成員 內容只是談及 和Rick Scott 會面的安排 除了上述群組之外 李宇軒確認 和Mark Simon 是沒有聯絡的 沒有和Mark Simon聯絡過 便方另外問到登報眾籌活動 說李宇軒是否曾經需要過度性貸款 Bridge Loan的問題 那李宇軒就說 那個只是我用完我的積蓄才出現 OK 我用完我的積蓄 所以才借錢 便方展示2020年6月 由李宇軒發送的電郵 提到眾籌登報活動 未能即時取得款項 他積蓄不足以支付登報費 因此請求對方提供過度性的貸款 喂 量定水線啦 沒有錢啦 真是沒有錢的 這事實 李宇軒也沒有困人來錢 否則早已說他詐騙 他沒有困人來錢 他只不過說他積蓄用完 你要登報 我幫你登報 我做前面的人做事的 請你後面的人幫我做這件事 OK 給我錢 我只不過是說他登報 其實這件事不是黎智英要我這樣做 是他本身的香港團隊都想這樣做 你不要說他們前面的是黎智英的一個棋子 No 知同道合互相合作 有人出力 有人出錢 That's it 李宇軒公稱說 當時陳志華叫他草耳上述的 即Draft上述的E-mail 並把副本Copy給陳志華提供 名為E.Pigeon的電郵 李宇軒補充 在處理眾籌款項的時候 曾經是跟Mark Simon有關的電郵 看到一個叫做E.Pigeon的電郵 所以猜測這個電郵是屬於Mark Simon的 針對第三次眾籌 即是這個猜測 其實基本上告訴你 他們根本沒有真正的聯繫 有人肯捐錢給我做事 何罪之有 欲加之罪何惡無恥 當時沒有國安法 你現在這樣說法 他又不是花錢 他只是登報呼籲各國 去關注香港的情況 請問有什麼問題 在民主自由社會國家 絕對沒有問題 但在香港的畸形社會 什麼都是問題 見到你欺騙就是問題 你就是問題 他說針對第三次眾籌 G20 Times攬炒巴的登報行動 李宇軒同意最終歸還 所有的Breaking Loan 過渡性的貸款 另外李宇軒早前公清 這次眾籌借用了Mark Simon的戶口 接收款項 再轉到美國信託基金 The Project Hong Kong Trust 由信託基金管有款項 用作支付登報費 李宇軒確認 在2019年9月30日開始 即眾籌平台向Mark Simon 轉帳眾籌款項之後 除了同一年的11月 Mark Simon又向他轉帳 一筆來自信託基金的50萬款項之後 李宇軒再沒有從信託基金收到款項 同年是2019年11月之後 從來沒有收過錢 翻查李宇軒早前的公辭 他提及這個50萬 是用作電資區議會 當年2019年11月區議會 選舉監選團的費用 監選團不是那些候選人 是監選團的費用 所以什麼 這完全沒有問題 有有錢人肯做什麼 是嗎 台灣張宗謀的 張明發的 曹興誠的 有錢人的 他們給錢給每個政黨做一些事情 某些立委的選舉 有什麼問題呢 這些都是給選舉監選的 美國大把那些 諾克菲勒 波音 給多少錢 給民主黨 共和黨 各位議員 請問這些情況 有什麼罪可言呢 政治獻金法 按照法律辦事就可以了 香港都有選舉條例 按照條例辦事就可以了 或者不是選舉條例 是監選而已 完全自由的 有什麼問題呢 那你說 勾結外國勢力 村莫勾結 我都說 所有這些事情發生在哪個時候 2019年 9月 11月 當時都沒有這個所謂的 國安法 現在立了國安法 索及既往 攬炒以前的事情 是這個案子最奇怪的問題 最荒謬的問題 就是這一點 用串謀這個字 這個magic word 是串謀 conspiracy 串謀勾結外國勢力 串謀獨立犯罪 是串謀勾結外國勢力 就等於 the tip of the iceberg 放在一個地方 一扭 就可以將所有的索及既往 這個就是他們現在 利用這個串謀 普通法律的概念 去套用下去 中國共產黨 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國安法 勾結外國勢力犯罪 一拍 即合 然後全部把它攬炒 這個根本是荒謬的一種 比納粹法西斯更壞的法律 納粹德國法西斯 情常同意 是由2019年9月3日開始 從來沒有在黎智英身上 和名額公司 Laze Hotel 力高 以及一間台灣公司的 Chartwell Olding Limited 獲取過任何款項 李宇謙另外確認 崇光團隊Stand with Hong Kong 在9月3日之後 也都從來沒有 由Mark Simon和黎智英一方 去獲得款項 辯鋒另外針對Stand with Hong Kong 架構提問 而Stand with Hong Kong SWHK 沒有會張 是鬆散的Luz的組織 李宇謙同意 又形容組織 沒有領導架構 也都沒有大台 是Decentralized 成員的共識 是香港 是為香港爭取自由民主 他沒有說獨立 或是自由民主 他確認成員可以自行選擇 他們想用的身份 如果他認同某一個 Identity身份的話 例如SWHK 即Stand with Hong Kong 或是SWHK JP 那up to 那個人由他自己決定 我會跟這個標籤 李宇謙在盤文索下 表示不同成員 可以表達不同的意見 加活躍的成員 就比較時常發表意見 如果成員不同意 某個活動 可以選擇不參加 就是他自己的做法 其他的成員 絕對可以決定自己的做法 也都不可以 但不可以決定李宇謙的做法 他們可以各自決定自己的做法 辯方就問了 能不能夠形容 SWHK Stand with Hong Kong 是Grass Roots Crowd Funded Advocacy Group 你看清楚 他問 SWHK Stand with Hong Kong 是不是一個 Grass Roots Crowd Funded Advocacy Group 草根眾籌倡議組織 李宇謙同意 跟著突然之間 法官李雲騰 國安法官李雲騰 聽到之後就關注了 李雲騰呢 喪心病狂 沒有邏輯 沒有常識 問一些白癡問題 他問什麼呢 李宇謙 你二十歲 就有三百萬 能不能夠形容自己是祖根呢 大家聽完這件事就知道 問題是問 Stand with Hong Kong 是什麼草根眾籌倡議組織 不是問我自己是不是是草根階層 李雲騰 你是不是fuck的 但是 讀這麼多書 讀史片 整個腦都是史 那個腦身是屁股的 那個腦身是屁股的 那個頭上是屁股的 你找頭 你文不對題 叫做廖氏斗菲 比如说 小弟有点钱 没有给港共充公了 我小弟有点钱 那我也不算草根阶层 好了 接着 我创办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 基本上和我没关 我当然会捐钱给那个组织 这个组织当然是草根组织 没有钱 没有大水猴 没有人照顾它 希望大家踊跃的帮助 比如我说台湾香港协会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subscribe patreon就是这个目的 这个组织当然是草根界组织 这个草根是组根 和我不是草根阶层的关系 接着你讲到 我不是草根阶层 所以这个组织 一定要我不断给它 它就变成我的组织 它没有办法有独立的生机 明白吗 就是这个是完全两件事 草根组织是不是草根组织 草根的人去众筹 定说我是不是草根阶层 捐款的人是不是草根阶层 无关的 接着他暖屈 接着李宇軒就说 形容自己是不是草根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接着这个李宇軒竟然笑笑口地说 Move on Thank you very much Move on 这个就是李宇軒 做法官做成他这样 吃屎了 就李宇軒早前说 英国驻港时任总领事 何欣德 曾经邀请他 和陈方安生 和莫乃光 Charles Mock见面 交流老中青三代的民主派案法 即是李宇軒是清 钟正莫乃光 老的陈方安生 而李宇軒代表年轻一代 辈方就问他所认识的Stam with Hong Kong成员 是不是都是年轻一代 李宇軒说大部分成员是 至于一些只有用户名称的成员 李宇軒凭大家说话感觉和观点 因为似乎都可以理解是年轻一代 法官李宇軒说 这个可能只是代表他们心境年轻 是啊 可能是 不知道是谁 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是谁 核心的不代表他所有的成员 李宇軒同意的 举例说提到 揽炒巴勒 刘祖迪 陈子华都是年轻 法官李素兰就问 李宇軒出生在1990年 他是90后 是不是90年后出生的人才算年轻呢 这个真的很奇怪 这个问题当然他想搞清楚 你说年轻人 辩方问是不是年轻人 什么叫年轻的定义 OK fine 李宇軒问 我都觉得fine question 就是他有一个precise的definition 那你辩方说年轻一代 我们来看看年轻的定义是什么 是不是90年后出生的人都算年轻呢 李宇軒说其实没有定义的 feel下去young就行了 其实真的没有定义的 我们日常生活讲的young old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说 因着不同的context去讲话的 比如说你问我 我心境我觉得某程度上 我自己四五年都年轻的 不是年老 不是老尽少年心 老尽中年心 不是这样的 我都很年轻的 所以我很多样东西 feel下去觉得是OK就可以了 想要你有好奇心 和吸收新的事物 这个就是年轻的象征 可以了 是不是 辩方另外问到陈志华的背景 李宇軒确认他和陈志华 在TG Telegram 上面认识的 两人都有相同目标 会交流看法 但他们位置不同 陈志华是前线 他自己就属于后勤 辩方就说 李宇軒无需将所有 所有关于支持民主的事 告知对方 不需要将所有民主 支持民主的活动 告诉陈志华吗 李宇軒说同意的 是 真的无需将所有 喂 我们所有现在的所有活动 哪会将所有自己做的事 告诉其他人之 没可能 这个 你各个各位在看这个节目的人 都没可能 或者你自己生活上的所有细节 难道你给你所有认识的人 荒谬不会这样的 包括IPAT的相关事业 因为IPAT 推出前 需要保密 重新 不是全部活动都和T 就是陈志华 去谈的 OK 这个就明白 这个就是 昨天 4月10号 第57日黎智英案的审讯 就是黎智英及苹果案的审讯 这个内容 所以我觉得李宇軒是中规中矩 就是他虽然在这个小栏里 被找了这么久 我也怕他被人洗脑那方面的东西 说被人去租资 但是他没有 他说的东西是中规中矩 而且忍运必答 而且答的东西 他都尽力去找回 recollect 就是去remember回当时的情况 你说这些记忆 会不会真确的话 或者是fabricate很多东西 会重新collaborate 再新的东西 这个就是整我们在 所有的审讯面对的问题 这些记忆是不是真的问题 但我就没有办法逐一去 说真预解 因为我不是在现场 我完全不是 他们操作的所有东西 都不是我参与的东西 但肯定有一点 就是说 黎智英 Mark Simon 在国安法生后后 没有见过李宇軒 而李宇軒从来 没有见过黎智 这个是重要的事实 你说之间 那些人怎么联系 怎么量水这些东西 你可以老屈的 但是我说 喂 当时的时空下 违法什么法例呢 而你怎么用串谋 这个magic word 把它串起来 这个就是这个sham trial kangaroo court 里面在做的事 这个是相当荒谬的事 那看下去 我想李宇軒盘到明天 左右 应该会完 那之后会再盘什么 就看下去 我预计的这件案件 今年内 我不敢说 这个上半年 今年内会有判决 那起码有判决之后 可能就有上诉 各方面的事 是另一件事 但肯定就是说 起码告一个段落先 尤其今个月底 会有立场新闻案 判决 接着苹果案 会有一个结束 另外就是 接着下来47人案 今年都会有 今年比较可能不好的 就是这一宗 支联会案 可能会拖到下一年 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我们要密切关注这些新闻 因为这些东西跟我们 李山 或者部分其他流亡的香港人 息息相关 因为我们都要将 很多香港的司法案件 的资料 要好地记取 我们在这个地方和分享 也希望和台湾分享 各个地方做多一点点 能够和自己的国家的人 如果大家已经在外面的话 分享这些新闻很重要 留在香港的人 我真的没有办法 期望大家做这些事 但希望大家都关注 你不需要写东西 讲东西 表态 但关注 OK 这些东西很重要 不要等他忘记 不要等这些疲累 导致到自己 违望 远离 拒绝 这种东西 就会比较令人心伤的 希望香港 加油 我们人生不死 我跟你一起 一直这样 愤怒下去 OK 下一次再见